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厂,也是苹果、辉达等科技巨头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过去一年,台积电已经受益于人工智慧热潮。 根据最新发表的截至12月的第四季度财报,台积电第四季度营售为8685亿新台币,约合263亿美元,同比增长38.8%。 这使得整个2024年,台积电的营收总计达2.9兆新台币,创下1994年上市以来的30年最高年销售额。 台积电会于1月中旬公布第四季度完整收益报告,同步更新其对本季度和全年的展望。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副总监Brady Wine在一份报告中称,台积电3奈米和5奈米晶片工艺的产能利用率一直超过100%。 他表示,辉达的GPU以及其他人工智慧晶片正在持续推动需求。 台积电股价在2024年涨幅超过88%,并成为有史以来首家市值突破1兆美元的非美国科技公司。 辉达与台积电的合作,共同推动了当前的人工智慧的发展。 双方在供应链中各自发挥着关键作用,辉达在人工智慧创新和GPU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而台积电提供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能力,这对于将辉达的尖端技术变为现实至关重要。 摩根大同表示,受益于Blackwell产品的产能提升和市场需求,辉达资料中心收入将持续增长至2025年。 该机构预计,2025年后,汇达晶片的市场供需关系可能仍然紧张。 为了进一步扩大全球范围内的产能,2024年4月,美国商务部与台积电达成了初步协议, 将依据晶片与科学法案向台积电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补贴资金和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用以支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设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 进而促进关键晶片在美国本土的生产。 这是该公司位于美国的首座生产工厂。 美国商务部当时称,该工厂预计将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大批量生产,产量与台湾相当。 按照台积电的布局,到2028年将开始在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家工厂生产2奈米晶片。 台积电还宣布计划在美国增加250亿美元至650亿美元投资, 在2030年前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第三家晶圆厂。 在此背景之下,据美国商务部1月上旬发表的讯息,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片工厂已经开始生产4奈米晶片。 这也是台积电首次在美国启动先进晶片的大规模生产。 美国商务部长Gina Vimondo表示, 台积电开始在亚利桑那州为美国客户生产先进的4奈米晶片。 这是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根据美国商务部预测,到2030年, 美国将能生产全球约20%的先进晶片, 而过去美国先进晶片的产能几乎为零。 另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Vimondo还详细介绍, 最近几周开始, 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晶圆厂Fab21的E7FACE 一开始为美国客户生产4奈米晶片后。 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上, 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生产领先的4奈米晶片, 由美国劳工制造先进的4奈米晶片, 良率和品质可媲美台湾。 Ramundo表示, 这是件大事, 史无前例, 在美国的史上前所未见。 许多人曾认为这不可能实现。 根据此前的讯息显示,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Fab21晶圆厂FACE1正在生产至少三款处理器, 苹果iPhone 16和iPhone 15 Plus中使用的A16处理器, 苹果智慧型手表, Apple Watch Series9所搭载的系统级封装的处理器, 其内部有两个64位原类核和一个四核神经引擎, AMD Ryzen 9000系列CPU。 这些晶片采用的是台积电的4奈米, 即的N4和N4P工艺技术生产。 2024年11月, 台积电获得美国商务部66亿美元财政拨款, 用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半导体生产。 对此, 台积电也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建造两座晶圆厂计划的基础上, 再建造第三座晶圆厂, 使得总体投资金额从原来的400亿美元提升到650亿美元, 并创造超过25000个直接建筑和制造业就业机会, 以及数千个间接就业机会。 有助于实现美国到2030年生产20%全球最先进逻辑晶片的目标。 根据计划, 这三座晶圆厂将包括一座的4nm晶圆厂, 量产时间从2024年推迟到2025年上半年。 二座的3nm晶圆厂原定于2026年开始量产, 推迟到了2028年。 两座晶圆厂完工后, 合计将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 换算至终端产品市场价值预估超过400亿美元。 另外, 台积电也同意在亚利桑那州使用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16公益。 这意味着, 新增的三座晶圆厂将生产2nm或更先进的制程技术, 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底, 即2029年至2030年间量产。 Raymondo此前对路透之言, 商务部必须说服台积电扩大在美国的投资计划, 这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 美国得说服台积电, 让他们想在美国扩展。 去年12月, 美国商务部敲定提供4.07亿美元, 协助艾克尔·安克尔在亚利桑那州 以20亿美元兴建先进半导体风测场的计划, 这会是在美国最大的风测场。 安克尔的亚利桑那厂在全面投产后, 将封装并测试用于自驾车, 5G、6G和资料中心的数百万晶片, 苹果将是首家且规模最大的客户, 晶片则是由临近台积电晶圆厂所生产。 总体上, 值得注意的是, 2024年11月是个重要时间点, 美国拜登政府赶在下台之前, 正式敲定了向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子公司, TSMC Arizona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直接补贴资金, 以支援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投资650亿美元建立三座晶圆厂的计划。 当时, Raymondo就曾表示, 拜登政府对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投资是美国创新和制造业的转折点, 将加强他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亚利桑那州生产的尖端晶片, 是美国在21世纪技术和经济领导地位的基础。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随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